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山 歡迎來到我的拉花成長之記 大家最近拉花有經過嗎? 應該有吧? 看完我所分享的心得 我覺得或是或是或是可能會對你們有些幫助 今天我要再來分享三個我覺得拉花很重要的技巧 那這三個技巧如果你把它練熟了 它到時候你在做後續的組合圖 我覺得都會派上很大的入場 這三個技巧分別就是 搖晃、流量、推難 然後等一下這三個技巧我會用愛心來統一做一個技巧的用途師吧 OK那我們接著就看下去吧 GO 我現在來示範那個流量大小 流量大小顧名詞異就是 你愛心做示範的話 你流量大它整顆愛心就會大 你流量放慢一點、小一點 整個愛心就會小小的很可愛這樣 那先示範一個大的 流量加大 它就會是一顆很大的愛心 這就是流量大所產生出來的愛心 這個是示範那個流量比較小 所產生出來的那種小愛心 是不是也蠻可愛的 關於晃動這邊啊 在開始之前還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我以前常常犯的錯 就是我在晃動的時候 我的奶杯只有晃到前端 裡面晃到後端 那只有晃到前端的話 是沒有辦法將牛奶倒出來的 所以大家要切記 在晃動的時候 錯誤示範是這樣 晃動前面 它後面其實沒有動 正確的動是要整個鋼杯一起動 所以你的重心是要把這個把手握緊 不過還是要看鋼杯的狀況 總之就是一定要把鋼杯整體的搖動均勻 這樣才能夠邊拔奶泡 並且搖晃的做出很漂亮的線條 這一點很重要 然後一開始的晃動頻率 不用太抖動這麼激勵 其實順著它的力道慢慢的抖 就可以抖出很漂亮的線條 現在示範是那個搖晃出來的愛心 下面的黃色 輕輕的搖晃 這就是搖晃所造成的洋蔥芯 是不是蠻漂亮的 我們現在示範的是那個 推奶這個動作 先給一個小點 好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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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高 收尾 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推奶它會造成的效果 你第一個圖如果留中間 你用力去推它的話 它會擴散成 它會長高 然後你去做堆疊的方式 它就會呈現另外一種很簡單的美感 這幾個就是推奶的技巧 OK 現在來做那個推圖的第二個示範 讓大家可以看明顯一點 我們先在中間留一點 然後我們再補一個 這就是推圖的另外一種做法 這樣就可以產生出這種黑心 當然方式有很多啦 只是這種方式可以讓你們看得清楚一點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在分享我自己拉花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 以及解決的方法 那不曉得這樣對大家是有沒有的幫助 如果有的話 那也多支持我這個頻道好不好 下一集呢 會想要幫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於拉花鋼杯的不同以及選擇 因為我覺得拉花鋼杯白白重 那其實如果不是做咖啡行業的人 很難去比較它的不同 OK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了 我是阿山 掰掰